請你給我希望吧 請你給我希望 好 看 要不要投尾杜白有耶 有耶 有...有一袋狀 這邊有喔 這邊...來... 來給各位看一下這邊 這邊的綠 老師這位置 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 好 來 繼續 這個其實如果做成一個玉片 應該OK喔 好 來 本來這顆原石呢 我們的蓮老師估價是估2萬8 好 經過了阿火師的琢磨以後 相信他應該會有不一樣的看法 我們最後的一個 最後一次見價囉 這一顆 最後的一個決勝負就是在這邊 但我覺得 比我們想像當中要好的很多 因為裡面它還有帶一個 正綠色的一個噴點在裡面 對 而且噴點率不錯 而且還有細小的帶狀的 帶子欲的線條在上頭 是細小的那個 色跟在這個位置 看得那麼微細嗎 對啊 這個見價要明察秋毫 這個地方 還有這個地方 可惜的地方就是這個地方裂很多 裂紋很多 有一些大裂在這個石頭上面 有一些大裂 大裂紋 老師它這個如果把它捉摸好以後 上面鑽一個孔 其實也可以當成玉片 對不對 可以 只是怕說那個裂痕的地方 會不會出口會不會斷 可能 要當罪子的話 可以切成三塊 這麼一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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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塊 好 來 我們請那個 連老師幫我們重新估價 這已經是完整品了 那本來是一個賭石 現在已經是變完整品了 好 我們來評估一下 這一個翡翠的一個原石呢 昨幕過後 末午前市場上的參考價是多少 請見價 三萬五 還不錯 永逸 因為冒出了綠出來 他本來還想說會不會又更高 更高不可能 好啦 真的列文這麼多這麼寒散 好啦 沒有關係啦 賴小姐 你今天也讓所有的觀眾朋友們 見識到了這個賭石 那我們在節目當中呢 賭石沒有一個成功的 您算是賠得比較少的 我們還有賠過500萬的賭石 這要更強烈了 好 今天非常感謝賴小姐 謝謝你 謝謝 好 接下來呢 我們要特別歡迎的是 來自台南的林春瑩 林小姐 林小姐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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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高興參加這個節目 台南人的話 比較比較有一點 最近那個網路上都在流行說 你是哪裡人 台南人的話特色在哪裡 比較陳樸 比較沾長 比較 聽說價賞 價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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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落尾我是不嫁 但是我嫁真的太多了 這樣聽到了 今天所以妳是來唱廉老師的 沒有 來唱兩位的 唱一下要作賣 有聽到電視機前面的觀眾朋友 他說他沒有嫁 嫁妝很多 等著你來 這樣 開玩笑 開玩笑 好 來 黎小姐她也很厲害 她年輕的時候曾經到 中國大陸去發展 對 然後在那邊待了多久 17年 17年 而且是在大型的公司裡面 當任財務主管對不對 所以那時候賺錢 聽說在大陸那時候妳早期去的 福利很好 對 那時候薪水大概是台灣的幾倍 多吧 我那時候連薪都超百萬以上的 人民幣 台幣 台幣超過百萬 所以那時候很多 那時候有很多很多的 積蓄可以買一些東西 對 但是早期去也不太敢買回去 因為不懂 妳那時候是在 妳那時候工作室在哪裡 我在廣州 廣州會 廣州那邊很多 聽話都在那裡 有 唐售街也去 但是 但是不敢買太貴的 但是我買了很多藝品 還有所謂的古董 妳有沒有去逛花鳥市場 有 很多 很多 但是去看得我頭暈 都沒有賣 好 來 我們首先第一個看的 是這一個 這個就是當時在大陸買的嗎 沒有 這個是在台灣買的 妳怎麼在大陸沒有買 後來跑來台灣才買 回來以後才買 因為在大陸實在不敢買 沒有 在大陸有買 可是這些東西也是 從長壽街出來的 對 對 反正這個鹽糞 我就走過去 要去公司報到 走過去看到 喜歡就買了 好 來 我們請 林老師幫我們看 這個那時候買多少 很便宜 對 但是我對這個好像 比較沒信心 因為 為什麼 因為朋友給我估V貨 是喔 他為什麼跟你講說 他是V貨 我不知道 他說有 他就會跟我講V貨 所以我今天想說 這麼便宜的東西 還需要V貨嗎 林小姐 妳剛剛有看到 我們前面那個 賴小姐 買一顆圓礦 買一顆圓礦 買一顆圓礦看不見的 他們都已經花15萬了 妳看得見了 還買到V貨這樣子 對啊 還好只是說 他說他當時買的價格不貴 2500 那您估呢 我本來是說 沒信心 因為現在看電視 都是說V貨就是1000 1000 但是我是希望 讓我能有驚喜 妳這件V貨也不是一千 妳知道為什麼 為什麼 因為這個料得這麼厚 做V貨的工錢 也要幾百塊 過幾百塊 還有包括妳料薪 所以如果V貨 這個成本就差不多1500 幾乎 對 但是也是V貨 還是不值錢 對啊 所以也沒有 幾乎 妳就算是2000塊 它是V貨也不值錢 因為妳放了 20年以後還是2000塊 對 好 來我們來評估一下 這個翡翠的一個 這個玉環 這個玉配 目前市場上的行情價是多少 請建價 3萬2 對 2500變3萬2 我一直覺得奇怪 怎麼可能這麼便宜的東西 你比賴小姐厲害 賴小姐那個切到半天以後 也是3萬塊 但是妳料它有那個120 100萬的 接下來妳也有 我看到它的東西 我都不敢下場 好 來我們接下來 要來看一個 這個東西的話 妳剛剛羡慕人家 妳剛剛羡慕人家 100萬 200萬對不對 對啊 它的今天要來的最主要目的 我相信應該就是這一件了 沒錯 來這一件是田皇的一個印席 這個印席非常的大 那時候就是在中國大陸買的對不對 也就是在廣州 對 好 這個當時買入價格 是買在8000人民幣 也就是相等於3萬2台幣 也還好啦 不算是太貴 因為妳那時候在當財務主管的話 這錢應該對妳來講的話 應該算是還OK的對不對 雖然是OK 但是也不希望浪費掉 那妳在廣州的哪裡買的 我這個應該算是東莞的一個酒店 酒店裡面 在大陸酒店裡面都有個飯 那個藝品店 藝品店 那藝品店是不是有掛什麼 國家標準什麼什麼 天啊 妳在那邊買的 但是我是覺得 我 兇多吉少 飯店 尤其是中國大陸的飯店裡面的 藝品店 不見得 清學 現在飯店藝品店都會掛 國家標準認證的 有些什麼執照 而且掛了不只一張 兩張三張四張這樣 可是它最主要瞄準的對象是誰 對 觀光客 來這邊的旅客 對 這個 這個 所以你即便買對的話 價格可能會很高 對 但是早期這個瘦山石 是沒有炒出來的 早期我去 妳這多早 妳這多早 我17年前買 我剛去的時候就買了 然後我去廣州 到處看都是瘦山石瘦山石 好 來 我們給各位看一下 來看一下先 好好的仔細欣賞一下 這個瘦山石 為什麼要仔細欣賞 我看它上面的雕工 非常非常的精細 然後上面應該是 這叫做什麼 金蠶櫥 對 藥錢的金蠶櫥在這邊 好像有幾隻 我記得它有這個書 只是我把它搞定 有兩隻對不對 有兩隻 然後這金蠶櫥上面 它是躲在荷花葉上面 所以這邊都荷花 對 大家仔細看一下 如果按照這個瘦山石的話 上面這一塊應該叫做什麼 那個洞石 對 天皇 底下這一邊才是瘦山石 那大家仔細看一下 這個瘦山石的一個紋路 非常非常的漂亮 是 好 現在最有價值的 而且戴著血 應該是 應該是前面這一塊 這一塊才是天皇 應該是吧 我還以為一直以為 你說全部 對 好 來 我請那個廉老師 幫我們仔細看 那我也順便告訴大家 為什麼要仔細欣賞 那今天我們的林小姐 來我們節目當中 最重要的 其實就是鑑定這一個 天皇 天皇 來 告訴大家 您覺得它目前市場上的價值 是多少 大聲說快 兩百萬 再說一次 兩百萬 來 這個是天皇的印章 買的時間是在17年前 買入價格是約合台幣是3萬塊 17年前3萬塊 今天要變200萬 這間 如果是價格的天皇 而且帶血的天皇 上面這個洞 又這麼樣透的洞 這麼透的洞 如果是真天皇 又這麼樣好的品級 而且雕工這麼樣的精細 它最少有350萬的價值 但是我有拋給那個 香港一家鑑定公司 他跟我講是天皇 你拿去給鑑定公司 我是拋相片 然後他有跟你講說 大概多少錢嗎 他跟我講是 天皇一克是 1000塊人民幣到 6000塊人民幣 對 天皇是算客 沒錯 所以我是給他算 因為我覺得 我保守估計 我給他算2000塊人民幣 1萬塊 然後我給他算200克 所以就是200萬 你的200萬是這樣來的 對 可是拍賣公司 他不是並沒有跟你講說200萬吧 沒有 那你為什麼不送給拍賣公司拍呢 他有叫我送去 對 但是我又不知道價錢 我就不送去 那個林小姐 我現在可以給你做一個決定 你要讓林老師直接估價 還是說你把它收回去 再拿給拍賣公司 我讓 因為你一旦估價完以後的話 沒關係 搞不好你在市場上面的價格 就會是這樣 我送去他也是要再重新評估 我只是相片給他 我今天來就是為了這個 真假見真章沒關係 沒關係 反正貨也不多 我 只是說 我一直把它當成是說 買到對的東西就是有福報 就盛其自然 因為既然這樣也是要知道真假 不用鎖在保險箱 本來是隨便亂放 後面知道價錢 可是你不覺得有時候 人有一點點夢想 放在那邊比較好嗎 不是 你今天來的話 落槌以後的話 就是真相大白 就像那塊石頭一樣 不切的時候 你覺得他可能價值數十億對不對 切完以後只剩下三分 但是我是覺得 人生還是面對現實的好 好 講得很好 人生要面對現實 對 要不要那個 靖好就瘦 我看這支先收起來 我們不要夠了 不要不要 沒關係 因為我還是覺得 要面對現實 擺了十幾年的 還是 最起碼可以當個藝品欣賞 好 來 我們來評估一下 這一個田皇的印章 買入價格是買在八千人民幣 相當於台幣是三萬二台幣 現在真的好緊張 不用緊張啦 不用緊張 好 我們來評估一下 這個田皇的印章 目前市場上的參考價是多少 請見將